你們兩個的今年是屬於走到 有一點爭執、吵架運 盡量少吵架就好 就盡量的不爭執、不吵架就好 你們兩個人很妙 一個十七話、二十七 一個二十七話 所以兩個到最後為什麼 彭正會贏 因為彭正兩個十七話 其實你是超級冷戰的 對 他很厲害 十七話是那種冷在心裡 而且不太講話 在家裡你也可以把自己當空氣的 那不行 來 我們來問一下 吳美玲老師 老師請教一下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在2024 能夠正元出現 而且是不期而遇 好 我們只要講到運勢的時候 一定是你出生的第一個名字 還沒改姓改名的第一個名字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要看 婚姻的話就要看我們的帝格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如果單名的話 就像彭正 正就是五話加一話 那就是你的帝格 好 來 我們來現在看第一種 就是說今年你所碰到對象 容易是那種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來 這個就是 當你帝格有十四話、十七話、二十六話、三十二話 這個是在你的婚姻公裡面 什麼叫出乎意料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 因為這次的疫情的關係這三年 有的人是可能我們已經同事很久了 本來就沒有什麼來電 怎麼你突然跟我告白了 有的是突然就像你們一樣 本來互看對方不順眼 但是後來因為一件某件事情或某一個話題 其實你也不錯也沒那麼討厭 突然就那種冤家變親家了 那有的是突然就是說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是會去找老同學 找到老同學的 然後就會突然怎麼又在一起了 那有的是像這一波也很多人是那種 就是說大家已經認識二、三十年了 二十年了、十幾年了 同事很久了 但是完全都沒有來電 但是因為認識久了 然後所以彼此就覺得說 其實你是我適合的對象 其實戀愛是要衝動 但是結婚的對象是冷靜的 就是說這種是很容易碰到 就是你們已經相處很久 然後結婚的 那有的是那種 比如說閨蜜的另一半 現在有人是離婚 但是他的閨蜜的老公 或許他已經他是很喜歡的 但是因為他還在婚姻當中 他不行了 因為他離得婚了 你現在覺得說 怎麼這個也是不錯的 所以這種的話 就是容易碰到那種 就是你很難想像得到的那種 或者是辦公室戀起來 或是已經認識很久的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第二種 第二種這種就是 又是不一樣的艷遇 第二種這種 我們來看他的第一個 有十話、十九話、二十三話、二十八話 有篤玲歌 他的他二十三是在人格不算 他地格在這裡 這個是很可能就是認識很久的 本來大家都是朋友 然後突然就覺得說 我們有感覺了 有的是工作職場上的 這個就是讓你很難想像 這個是不可能的對象 那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你跟我告白 或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突然來電了 但是下面這個是屬於偶遇的 下面這個就要去創造了 我們地格有十話、十九話、二十三話 二十八話的人 就要去創造什麼叫做偶遇 就要盡量的出國或者是出差 或者是參加一些年會 或參加一些商會 或參加一些婚禮 或者是你知道嗎 我有一些客人 像有一些女孩子 她就夢想她想要嫁給工程師 她就刻意搬到竹坑那邊去了 她就有機會碰到那種的 那有的人想要嫁給有錢人 她就跑去賣什麼你知道 賣跑車 有的人想要生活很安定 她就跑去做房仲 因為她這種的話 你偶遇的話就代表說 你今年是會有桃花運 但這個桃花運 也並不是說隨便轉角就遇到愛 你如果說 你同樣就是生活的 每天生活的這個動線都一樣的話 即使你有桃花運 那碰到的也很難碰到好的對象 所以當你有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去創造好的機會點 創造好的機會點就可以碰到好的 有的人是在這個時候 跑去讀EMBA 有的人是公司剛好要出差 好 那我就去新加坡看看 去哪裡看看 他就容易 那有的人都宅在家裡很久了 他就可以去參加旅遊團 他也是可以 參加很多的那些就是活動性的 你就比較容易碰到偶遇 你們兩個的呢 你們兩個的今年是屬於走到 有一點爭執吵架運 盡量少吵架就好 就盡量的不爭執不吵架就好 你們兩個人很妙 一個十七塊二十七 一個二十七塊 所以兩個到最後為什麼彭正會贏 因為彭正兩個十七塊 其實你是超級冷戰的 對 他很厲害 十七塊是那種冷在心裡 而且不太講話 在家裡 你也可以把自己當空氣的 那不行 因為他有兩個十七 沒有 本名 本名現在也叫彭正 你身份證改過了是不是 對 這個名字兩個十七 你常常會 會自己躲在自己的空間裡面 那你有沒有考慮改個名 又改 然後碰到這種 還有一次機會 碰到這種二十七的 又超級即興的 所以你看這個名字 跟剛剛那個指揮一樣 就是那種是有一點假像夫妻 所以名字改一下會好一點 這個二十七是這邊加這邊 加起來的嗎 對 人格是代表我們的個性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對到這個的話 我們盡量在今年打扮漂亮一點 然後讓自己多出去 多出門就會碰到好的姻緣 好的對象 你們兩個一開始是互相看不順眼 是不是 對 你看婷筠有什麼好不順眼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剪中成功 所以他那個時候比較大隻 大概可能他有八十七 大隻也不該你的事 你有什麼好看不順眼 沒有 還沒講完 就是大概八十幾 九十左右 他一百七十二又穿廣大的 就差不多百倍了 一百八了 那個時候 一百七十二又穿廣大的 對 他沒笑的時候 他不笑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氣勢 很有霸氣的 那個時候我又跟他不熟 學姐不笑的時候 我就是參賽者 你也沒很瘦好不好 對 我也不瘦 所以經過他的時候 他不笑 連正眼都不看我 就走過去 我就覺得有一種氣場 我心裡就一直說 甩什麼甩 學姐就是學姐 又不講 我就想說甩個二五八萬 但是他心裡面也有甩 他是事後告訴我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明日之星這個比賽 這節目上認識 那一開始其實我對 來比賽的選手 我也不會特別的注意別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一整群 富凱 雅雯 偉忠 我們就是大家就是 我們後來都會一整群一起聊天 所以其實比較不會注意 後來來比賽的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偏偏就第一眼有注意到他 因為我就想說 這個人生到這裡老 帶我生孩子 還來比賽 不好 帶我生孩子 對 我那時候心裡 帶我生孩子還要來 還不好好顧家 來比賽幹嘛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單身 還沒有結婚生小孩 就看起來這麼老 對 那時候感覺就很落塵 然後但是後來我也對他就是 印象就是一直卡在這邊 沒有很好 是因為有一次 我就發現他唱歌 其實還滿溫暖的 他聲音滿溫暖 就漸漸開始有注意到他的歌聲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人 就對他印象有好轉一點 然後是有一次他在跟選手們聊天 就聊到說 那個某某地方有一間 什麼炸豬排店 超好吃的 滑小溪 滑一滑 炸豬排 因為我一聽到炸豬排 我就馬上跳過去說 哪裡 對 炸豬排店在哪裡 他也很熱心說 我跟你說在哪裡哪裡 那個他當下有點忘記在哪裡 地址忘記在哪裡 他回去查好 他在跟我說 然後我本來想說 只是講講 然後就沒想到一個禮拜後 他真的是私訊我 跟我說那個豬排店在哪裡 就從此以後我們就開始 有後續的聯繫這樣子 我就說這個人還記得我講的話 還滿... 就是這個男生好像滿細心的 好啦 那... 而且我們剛剛一走進 這個棚我們才想到 這個棚算是我們戀愛萌芽的棚 因為以前 上誰節目 沒有... 因為明日之星以前 你說你們兩個 吃豬排開始 第一次去開房間隔了多久 這個不要直接 對啊 隔多久 隔多久啊 三個月吧 應該有 三個月 應該 因為我們還有聊天啊 聊天經過聊天 他那時候還是這個身材 沒有...這個已經結婚了啦 這個中間這張是結婚的 所以你們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我差不多長那樣 對 以及那個時候巔峰的我 所以他常常跟我講 我是真愛啊 對啊 你不是看到他現在這樣子才... 沒有啦 我現在這樣子大概是我 這兩三年才長這樣 所以看他後面這樣 你會覺得賺到就對了 也沒有啊 他很爛定耶 你喜歡這種的喔 楊貴妃 我很...我潤卷寬耶 我是看個性的 對 他看個性 你是看個性的 我是喜歡他的個性聊天 我就覺得他... 這個女孩子就是... 可以開玩笑 因為有些女孩子你跟他聊天 這個不能聊 那個不能聊 那邊有地雷... 你就...東傘西傘 你就覺得... 自己開玩笑有夠累嗎 可是他不會啊 就是你跟他什麼都可以聊 他不會生氣啊 他個性就很好 真愛耶 對 真愛 你怎樣 真好啊 就是... 那張照片的愛情 你那時候怎麼可以... 就喜歡吃油炸什麼的就對了 他好喜歡吃高熱量 喜歡吃高熱量 就是愛事的東西就吃一堆 然後不愛吃都不吃 你們怎麼會交往五年之後 才奉死成婚啊 那個時候比較肉肉的 所以他有多囊性的卵巢 對 所以他不容易手運 對 又加上其實我們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有很開心跟我爸媽分享 那因為其實我媽她是那種 你知道嗎 當媽媽的都會希望女兒就是... 嫁的對象啊 有一個理想型的對象 對 她的理想... 理想值可能是這樣 妳媽媽的理想型是什麼 她當然會希望她可以... 我可以... 就是不用那麼辛苦啊 我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依靠之類的 對 那所以她的想像 她唱可能是這樣 但是因為那時候彭震她... 她之前的工作... 那個時候我可能比較不理解啦 因為那個時候的我 我可能會覺得說 我也是靠自己的手手啊 我又不偷不搶啊 除了唱歌 你之前在做什麼 我是做一般的就是業務啊 就是業務工作啊 我也說是... 業務沒喝酒怎麼做業務 沒有... 我就是做一般的業務 我就是沒有喝酒 我沒有去更加... 就是... 應酬那一種的 就是很老實 她就是超級老實的人 那因為她就是... 個性很簡單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的人 我相處起來也比較舒服 因為我就不喜歡那種... 耍心機那種人 我就覺得好累喔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相處得很好 相處得這麼久 就是...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一直... 兩個人的個性都保持... 很初衷 然後也中間也因為就是... 家人的關係 所以有一度我就跟我媽說 我們分手了 騙她 就只能講說分手啊 她要想避免 就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因為我想要去改歲了 先這樣 我們先... 因為你交往 你也不知道到底後來 會發展成怎樣 所以先暫時跟我媽說 你先講分手了 明天她每天問說 你有跟人家怎麼樣嗎 你不跟人家一起 你就怎麼樣 每天會反 對 然後是後來 真的最後就是... 過了那麼多年 然後... 懷孕了 我就覺得... 其實當下是... 她很掙扎 一開始很開心 沒有... 還要講一段 其實我們中間有... 有分手三個月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都是住家裡 我並沒有在外面住過 所以其實... 應該是說... 很多事情都是家裡的媽媽 都打理好的 那婷芸她其實很獨立 她是19歲自己 高雄人她就北上 那其實她都是... 很多事情 家裡的事情都自己看 所以她很獨立 那個時候我們交往 我們就開始有... 慢慢有同居 就是有住在一起 她發現說奇怪 什麼事情都我在做 她說這個男生的習慣 生活習慣好像怎麼不太好 襪子脫起來怎麼亂丟 碗怎麼洗... 吃了怎麼先放洗水槽 彭聰 你為什麼... 那時候我叫彭偉婷 她說彭偉婷你為什麼碗不馬上洗下來 我等一下會洗啦 因為水瓶座的個性就是 我會照我自己的節奏去做 我真的會洗 可是她急性質啊 她就說 你就隨手就洗起來就好啦 對 那一開始交往當然沒問題 就是蜜月期嘛 可是到了慢慢摩擦摩擦摩擦 到最後她受不了 她就說 那我們還是先分開 沒有 我當時就覺得說 再這樣下去以後我嫁給你 我不就像瑪莉亞一樣 我要出去工作回來 又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這些很基本的事情 應該要共同分擔吧 那所以我後來毅然決然 我覺得不可以 我就既然覺得沒有未來了 我們就分手吧 所以就因為這樣 就真的分手三個月 那這中間三個月 她真的改很多 她後來... 可以改喔 她還住在那個家 我搬出去 她住在那個家 那我就想說 要嘛就是不要這段感情 要嘛就是 我徹底改變 我想挽回這段感情 對 這樣子 所以她就開始 把家裡粉刷 然後重新裝潢 開始做裝潢 開始木工 對 說真正的啦 真正的啦 就是開始... 開始做每天打掃 那是真愛喔 對...我就開始去 因為其實... 習慣是可以改變的 對啦 所以老師剛剛在講 那個他像我兒子 我真的好有感喔 真的耶 因為你現在兒子 真的就是你要幫他 都弄好好的嘛 目前如果以那麼小的狀態 那他真的就一開始 我們在那個階段的他 什麼都沒在做 我就會覺得 他是我兒子嗎 為什麼我都要幫他 全部都要幫他弄 我覺得好累 長大了 換他孝順你了 對 他現在真的都會分擔 我們兩個都會講好 要做什麼... 看兩個現在很甜蜜的感覺 我們很期待喔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個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